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 突然想给对象打电话 说想你了 下一秒 对象的电话就打来了 抱歉 我忘了你没有对象了 那我们换一个例子 比如有时候突然感到莫名的心慌 下一秒就收到亲人出事的消息 或者在梦里看到一个场景 几天后真的发生了 很多人说这是第六感 但科学家正在认真研究一种更惊人的可能 那就是你的意识 可能真的能和别人产生量子纠缠 听者确实很想玄学 但这背后其实是最有科学的理论支撑的 接下来 我要带你进入最烧脑的前沿地带 神经科学和量子物理交汇的领域 提起量子纠缠 这是爱因斯坦当年称为 鬼魅般的远局作用的东西 可能正在发生在你的意识 和另一个人的意识之间 简单来讲 当两个粒子发生量子纠缠后 你测量一个 它的状态 鬼瞬间决定另一个的状态 不管它们相隔多元 这种联系 似乎超越了空间和时间 完全打破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但真正颠覆你的是 最新研究表明 以神经原理的微管 可能就是一台 小型量子计算机 这些微小的结构 本来是用来维持细胞形状和运输物质的 可它们的排列方式 刚好能支持量子运算 更离谱的是 它们可能还会和另一个人大脑里的类似结构发生纠缠 直接搭起一座无形的心灵之桥 就像你和你对象 总能恰到好处的 猜到对方接下来想说的话一样 很抱歉 我又忘了你找不到对象的事了 科学家曾经笃定 像大脑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 会立刻破坏任何量子效应 量子力学以前都被认为 只能存在于零下接近绝对零度的实验势力 但近些年的发现彻底打破了这个假设 现在我们知道 生物系统不光能保留量子效应 还能灵活利用它们 比如光合作用 植物会同时测试多条能量路径 挑出最高效的那一条 把阳光转成化学能 再比如 候鸟 它们的眼睛里有量子纠缠的粒子 能像指南针一样感应地磁场 就连嗅觉 也可能靠量子碎穿 让分子以特殊方式振动 被鼻子检测到 那你的大脑呢 很可能就是自然界最复杂的 量子计算机 关键就在刚才说的 微管 它们不仅仅是支撑骨架 而是由一种 叫微管蛋白的小分子单元 按照极为精准的几何结构 拼成的空心管道 这种结构 恰好为量子运算 创造了完美环境 每个微管蛋白 可以同时处于多个量子状态 而当数十亿个这样的蛋白 一起运作时 就可能形成统一的意识场 直接生成我们所谓的 主观体验 这些真不是我编的 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 罗杰彭欧斯 和研究麻醉学的科学家 斯托尔特 哈姆洛夫 就提出了一个理论 叫协调客观 坍缩理论 是说 意识并不是大脑 简单的化学反应 而是这些微管里 发生的量子运算 当量子信息处理 达到某个灵界点时 就会突然 塌缩成我们体验到的 现实世界 这听起来够震撼吧 可这还没完 如果意识 真实量子过程的产物 而量子系统又能纠缠 那意味着 两个大脑 也有可能共享量子状态 换句话说 你和另一个人的意识 理论上 可能瞬间连成一体 不受任何距离的限制 如果这是真的 后果可就大了 你的思维 记忆 情绪 全都要遵循 量子力学的规则 比如 你可能处在 多重叠加的意识状态里 同时体验多种可能性 直到你观察自己的那一刻 才会塌缩成 一种明确的感受 而更惊人的是 你可能真的和别人量子纠缠了 尤其当两个人在一起 经历了很多强烈的情感事件 大脑会不断处理相似的信息 神经活动高度同步 这种同步过程 可能让他们的微管量子状态 开始相关联 最后产生纠缠 结果就是 一个人的意识状态发生变化 另一个人的意识 也会瞬间被影响 无论他们相隔多远 仔细想一想 这不就解释了 以下这几件事 母亲远隔千里 却突然感觉到孩子有危险 一对双胞胎 经常能互相感受到 彼此的痛苦 情侣 总能接话接到 对方的心卡上 这些心有灵犀的瞬间 可能真的是 量子层面的心灵相通 而这背后 还有更诡异的一层 当两个粒子发生纠缠时 它们并不是互相发信号 而是变成了 同一个量子系统 一个被测量 另一个的状态 就瞬间被决定 这速度比光还快 说明纠缠信息 可能是通过一种 超越时空的方式共享的 如果人的意识 也能这样纠缠 那结果远不止 心有灵犀那么简单 它可能意味着 两个人不仅能共享信息 甚至可能共享体验 你或许真的能感受到 另一个人的感受 知道他们知道的东西 甚至把他们的情绪 体验成自己的 科学家们现在正试着 用实验来验证这点 有人在研究 两个情感强烈连接的人 他们的大脑波动 会不会出现量子相关 还有人测试 冥想是不是能让神经 微管里的量子相干性增强 从而增加心灵纠缠的可能 早期结果确实挺离谱 有11G实验发现 陌生人之间在冥想时 竟然出现了同步脑波 还有FMR结果显示 不同地点的人 在共享情绪体验时 大脑活动竟然高度相关 更有研究暗示 一个人的思维 能影响另一个人的脑活动 而这根本无法用常规神经科学解释 这意味着 心灵纠缠可能真的不是理论 而是我们意识的基本特征之一 而它还提出了一个烧脑的问题 如果你和别人纠缠了 那你的思维真的还是你自己的吗 还是说 它早就掺杂了和别人共享的量子信息 要是意识真能跨越时空 那自由意志或责任感这些概念 还能像以前一样成立吗 更夸张的是 量子系统不只会成对纠缠 还能多方纠缠 那如果人类大脑也是这样 那就意味着整个群体都可能同时纠缠 形成集体意识 这或许能解释一些社会现象 比如群体直觉 大规模恐慌 或者常见的曼德拉现象 说不定整个人类文明 就是亿万的大脑量子纠缠后 形成的一个巨大集体意识 如果真是这样 那人际关系的意义就完全变了 爱 友情 亲密关系都可能在量子层面 有了真正的物理羁绊 这意味着某些关系可能强大到 当两人分开时 会真的像切断量子连接 带来实实在在的痛苦 你想想 那些描述爱情的诗句 像什么灵魂缺了一半的那种诗句 说不定真不是夸张 而是物理学理论中的现实 另外要说的是 量子纠缠不光可以跨越空间 还可能跨越时间 最近的一些实验 比如延迟选择量子擦除实验 已经表明 现在的决定 竟然能改变过去的结果 如果一时是量子过程 那你的大脑可能和未来的自己 也在纠缠 那会不会就解释了预感 或者预言梦这些神秘的体验 当你的量子意识和未来纠缠时 你可能就能提前感知一些 还没发生的事 那种危险前的直觉 突然的梦境提醒 说不定就是你在偷看未来 科学家迪恩雷丁 甚至做过实验 人的身体会在看到 情绪化图片的几秒前 就提前做出反应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在潜意识里 真的能提前感知未来 如果这样 那同步性这些看似巧合的事件 也可能不只是巧合 而是你的量子大脑 主动在走向那个未来 你不只是见证了巧合 而是在参与创造它 甚至 量子心灵纠缠 可能连死亡都不能完全切断 因为量子信息 本来就存在于时空之外 当一个人死去 他的意识信息 可能依然和生者保持纠缠 于是 就出现了某些现象 有人在宾死体验时 说自己接收到了已是亲人的信息 小孩声称 记得前世的细节 而且经得起厌证 灵媒有时能说出死者的隐私 这些要么是欺骗 要么是巧合 但从量子意识角度看 它们也可能是残留的纠缠在起作用 换句话说 你的意识 可能真的会在别人心里留下量子印记 即便肉体死亡 这些印记也能被触发 形成死后依然存在的感觉 不过量子纠缠也有黑暗的一面 它不仅能传递爱和共鸣 也可能传递痛苦和创伤 心理疾病可能会通过量子纠缠 在人群中扩散 甚至超出基因和环境能解释的程度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抑郁和焦虑 会在家庭和群体里乘促出现 心理治疗师经常说 他们会被病人情绪感染 或许这根本不是隐喻 而是真的在量子层面被纠缠 那要是能理解这种机制 也许未来的心理治疗 就不再是治疗单个人 而是要治疗一整个纠缠网络 社会和文化现象 也能用这来解释 思想的快速传播 集体行为的爆发 文化同步的浪潮 可能全都是量子纠缠在 群体层面的表现 也许人类社会 就是一个巨型量子计算计 每个个体 大脑 都是其中的一个量子单元 最有影响力的领袖思想家偶像 可能就是那些最容易 与别人意识纠缠的人 但这也带来一个 令人后背发凉的问题 如果人类意识真的能量子纠缠 那隐私还存在吗 你的思绪和情感 可能早就通过量子网络 泄露给别人了 个体边界可能只是一种经典物理的错觉 这种理解既带来了希望 也带来了危险 它可能让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共情 合作时代 也可能带来全新的心理操控 想象一下 要是未来科技能干预大脑的量子过程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能主动制造 或切断心灵纠缠 甚至直接共享意识 到那时候 你可能需要像挑选伴侣一样 小心挑选量子伴侣 因为它们会实打实 影响你的思想和情绪 不过最后要强调一句 这一切研究都还在早期阶段 主流神经科学家 对量子脑依然是怀疑态度 实验结果也还远远称不上铁证 但不管怎样 如果意识真的是量子性的 如果人类思维真的能跨越时空纠缠 那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对自我 关系 社会 乃至生死的理解 你和别人的连接 可能比你以为的更深 也更真实 下次 当你突然心有灵犀 提前预感 甚至感到逝去亲人的存在时 别急着说是幻觉 说不定 那正是量子现实的一部分